另外歌神张学友相隔八年又推出了国语新单曲《又十年》 表示歌词仿佛是自己的人生故事 期盼大家都能把握时光 而日前才新口证实即将办演唱会的他 这次在透露演唱会正在筹备中 预计半年内开场 最近三十年是 真的是一眨眼 又是一个十年 张学友一开口温柔的让人耳朵融化 相隔八年歌神终于推出国语新单曲 歌词充满深意 张学友自己有深刻感触 感慨地说歌词好像在述说 自己的人生经历 张学友盼大家珍惜时间 对于人生起点 一时半截我却已经懂得一遍 另外先前透露要开演唱会的他 什么时候要举办 不会还要等十年吧 我今儿要公布 现在的阶段就是准备 要再解决一些问题 前阵子才推出日出时 让街灯安穴独唱版 现在又推出国语新歌 粉丝们可不过瘾 引颈期盼 接下来还要举行的演唱会 记者综合报道